的確你沒有data你就沒有AI 同樣的如果今天像大家普遍日常所使用的ChatGPT 它的資料來源可能以繁體中文的素材來說是少的的情況之下 你會發現你在跟它互動的時候它是不是想用簡體回答你 或者是說它的用語可能不是這麼台灣的用語 會遇到這樣的情況 那所以其實像台灣 我們台灣應該是國科會 然後連同許多幾個教授 然後就是一起研發了台灣的語言模型叫做台德 那這個台德的模型它其實就包含了台灣的語料庫 然後繁體中文為主 那其實這個對於你知道嗎 語言就是文化 所以語言的保存也是文化的保存 所以其實有一群人默默在努力著 然後去把這些東西給keep下來 同樣的在不同的領域也有一群又一群的團隊 努力怎麼樣呢 把這些知識給融合起來 譬如說醫療領域 你總不能讓一個AI的這個回答 不make sense 或者是錯誤的對不對 所以呢 當我們擁有很大量的醫療數據的時候 而且是可被使用的 我的前提是可被使用的 是授權的 可被使用的情況之下 那我們是不是就可以好好去訓練這個模型 讓這個模型可以真正的服務到我們一線的民眾 或者是我們一線的這些醫護人員 那生活當中AI跟我們的關係 定義的話 你會知道說 好像很多東西在我們的日常生活當中 都已經自動化了 那這些是不是都是AI的一環呢 如果我們放大去解讀的話 那其實也是 包含或許大家每天在用的Google Map 它或許就是一個 你日常你只會使用 但你不會去思考它底層邏輯的一個 很成功的AI應用 所以就得了說這個大數據 它其實隨時都是一直在記錄著 我們一整天 我們所有的行為模式等等 但是像您剛剛提到的是 它會學習人類的思考方式等等 那但是人類就是有個盲點 我們會用情感來做判斷 它有辦法學習到情感層面的思考方式 嗯 我不會說它有辦法 它是否可以學習情感 但是我覺得它是可以去模擬 是 是去模擬 譬如說 我們在做這個虛擬人的時候 做一個虛擬人呢 他是不是表情如果很僵硬 你一看你就覺得他很假 對 對不對 那但是如果你讓他臉部的表情 多一點笑容 笑容代表是什麼 一種愉悅感 愉悅感是不是一種情緒 對不對 所以當他的表情做出一些變化的時候 他其實情緒是被傳遞出來的 是 所以他可能是透過文字 透過聲音 然後透過就像我剛剛說的 像這樣子的虛擬人的一種表現 他的確是可以傳遞某一種情緒 給受眾 的確是可以的 可是這種東西是學習來的嗎 我想這種東西應該更多都是被 透過學習然後模擬出來的 也就是說他自己本身可能並不理解的是什麼 對但他知道當他說出這句話的時候 他需要去調整一些參數 讓這個虛擬人看起來和蔼可親一點 或是調整一些參數讓這個虛擬人看起來 驚訝一點 類似這樣 我真的非常有趣 對於可能未來虛擬人比人類還人性化 因為現在的人可能都封閉在電腦或手機裡面 反而的那種共感共情能力降低 就虛擬人因為他很多參數的加總之下 他覺得說這個地方我可能該笑 這個地方我可能該哭 所以他可能更可以讓人感受到這種共情的能力 是因為我想這個應該還是會回歸到人跟人之間溝通的核心是什麼 是正確的去傳遞訊息 而正確的傳遞訊息不只是內容本身 還包含剛剛主持人提到的你的情感面啊 所以如果當我這樣子綁著一張臉跟你說我愛你 你一定感受不到吧 是 對不對 那所以我們就會去思考我們要用什麼方式來去呈現 那在沒有虛擬人沒有這些模擬的這些AI的語音之前 我們會什麼用貼圖啊 你會傳很多愛心貼圖啊 是 對不對 然後讓對方可以感受到除了文字之外你的情緒 非常的特別 那其實我們剛剛講到的是這個比較技術層面 那產業層面的話台灣是跟AI緊緊相連的 包含在半導體上當然有這個相當的優勢 那NVIDIA執行長呢 他就這個黃仁星他已經說了 就在台灣要進行這樣大規模的AI投資 也就是說台灣在這個全球的AI產業裡面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嗯 是的 我想這個也是跟台灣過去長年積累的 這種技術跟人才的含量是有高度相關的啦 就是說我們在推進這種各種AI的應用的時候 一定不可能脫離硬體 你一定會需要很厲害的電腦去幫你計算 OK 那這些就會跟半導體有關 因為它會跟晶片有關 那台灣過去這幾年我們都知道就是在這方面的發展 一直都是全球相當領先的 那這個跟我們的產業結構有關 那當然也跟我們的教育體制有關 其實我們台灣在培養這種技術人才的時候啊 我覺得真的是蠻厲害的 也是蠻卓越的 對 所以 有哪些地方的培養 譬如說像我們這個新大家 我們就拿那個新竹科學園區來說 好了 他們其實就有半導體學院啊 對不對 然後會有 就是專門在研究材料 或者專門在研究半導體製程的這些實驗室 那這些實驗室其實跟國外也會有很多很密集的交流 那我們反過來看就是說一個半導體的產業的發展 它一定會需要大量的人才嘛 所以台灣過去在這方面其實真的是培育了一批又一批很優質的人才在這個產業當中 但是我覺得大家也忽略了一件事情 就是其實除了半導體之外 我們今天如果要談的是AI產業化或者是產業AI化的時候 它不會只有半導體人才 所以你就會看到最近的新聞 我覺得特別是昨天 昨天應該也算是我們教育界的一個里程碑 我們有這個在大學端 高等教育端會有這種25校的聯盟 也就是說這些學校都可以上到台大老師的課 就是這些很知名的老師的一些AI基礎的課程 那我們也開始推動在高中還有國小的AI的訓練的 應該說AI培育的這些一些 一些設計跟架構 所以從小小朋友就開始接觸AI了現在 是的 是的 那當然我們以孩子來說 他一定不會去接觸你要閒複雜的程式 當然不是 但是對孩子來說 他們是最有想像力的一群 最有創造力的一群 最無法被AI取代的一群 所以他們更多的是我怎麼來去應用跟活用 就是這些AI的技術來讓我們未來的世界可以更好 但是孩子就可以在這些就是AI的這種教育的服務當中 然後去做很多的互動 我的意思是說他除了可以找到答案之外 這樣子的服務跟這樣的平台也可以去記錄 我孩子是在哪一個知識點是比較需要再更多的引導的 是 那在一個班級裡面 一個老師要面對30個學生的情況之下 他應該沒有辦法提供按需服務 對不對 那所以我們 我覺得大家包含我們的觀眾 我覺得大家都可以去思考一下 如果當今天AI高度發展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你覺得教育應該長什麼樣子 很值得省思 那包含不僅僅是教育體系 現在政府單位也在省思這個問題 就是跟上AI 那我們也知道像ChatGPT 它就是背上大量的data 然後演算出來的這些問題 那也就是說 如果今天有大量的data是不正確的 或是偏離一個方向的 那可能它導出來的資訊 答案就是不正確的 所以政府單位其實這是一個 必須要警覺的狀態 就是比如說這個相關議題 他們可能需要導入更多的資訊進去 讓民眾在查相關的內容的時候 可以達到比較正確的導向 那現在政府單位有哪些做法嗎 其實是蠻多的啦 我覺得這點也是很多 我覺得要給我們的政府 或者是有很多的組織 或者是很多的團體 很高度的肯定 就是即便大家做的不完美 可是至少大家願意努力踏出那一步 不會因為它很難 然後就決定不做 對不對 那的確你沒有data 你就沒有AI 同樣的 如果今天像大家普遍日常所使用的 ChatGPT 它的資料來源 可能以繁體中文的素材來說 是少的的情況之下 你會發現你在跟它互動的時候 它是不是想要用簡體回答你 或者是說它的用語 可能不是這麼台灣的用語 會遇到這樣的情況 那所以其實像台灣 我們台灣應該是國科會 然後連同許多幾個教授 然後就是一起研發了台灣的語言模型 叫做台德 那這個台德的模型 它其實就包含了台灣的語料庫 然後繁體中文為主 那其實這個對於你知道嗎 語言就是文化 所以語言的保存也是文化的保存 所以其實有一群人默默在努力著 然後去把這些東西給keep下來 那同樣的在不同的領域 也有一群又一群的團隊 努力怎麼樣呢 把這些知識給融合起來 譬如說醫療領域 你總不能讓一個AI的回答 不make sense 或者是錯誤的對不對 所以呢 當我們擁有很大量的醫療數據的時候 而且是可被使用的 我的前提是可被使用的 是授權的 可被使用的情況之下 那我們是不是就可以好好去訓練這個模型 讓這個模型 可以真正的服務到我們一線的民眾 或者是我們一線的這些醫護人員 的確 那您剛提到國科會 其實也剛剛發佈了這樣子一個 AI基本法的草案 那就政府方面如何來利用AI 像是未來這種法律環境 會跟上AI來做演進嗎 所以立法的意義我覺得是在治理 所以它是一個很好的開始 就是說當我們要開始重視 我們怎麼好好的去做AI治理的時候 那我相信往後一定都是為著 我們如何更友善 更有效率 並且更安全的來使用這些AI的技術 或者是來研製這些AI的工具 或者是技術 趙叔剛剛提到一個論點很好 就是說可能不可能一開始就完美 但是我們每踏出一步 其實就是邊走邊修正 然後讓它逐漸完美化 但是剛剛講到AI這麼多的優點 這麼多很棒對人類提升整體智能的地方 難道沒有隱憂嗎 沒有比較讓大家擔心的地方嗎 有啊 像我最近我們在做的就是那個Voice Clone 因為最近做比較多的研究 就是在做這個虛擬人嘛 那那個Voice Clone你知道嗎 它可以像到 我相信如果今天是 我用我的聲音 然後我寫好的腳本打電話給你 你一定無法判斷 今天好可怕 一定無法判斷 對包含虛擬人的製作 也會越來越真實 好那所以你就可以去想像 它有沒有隱憂 我覺得有 因為壞人呢 一定會有嘛 就是任何技術的發展 你一定會有the bright side 你一定也會有the dark side 所以壞人一定也會非常努力的去研究 然後應用這個技術 可能還更努力 是 那難道我們該停下來嗎 我們不是 我們要更努力 然後來保護大家 對不對 這才是我們應該要更積極去面對的問題 那還有什麼引誘呢 我想大部分人會關注的 應該還是隱私權 因為你的資料被拿去訓練 就像現在很多的內容公司 它不見得能夠使用像 Me Journey這樣子的服務 來去做圖片的生成 為什麼 因為它可能就會跟著作權跟版權 會有一點關係 是 那所以我相信在立法的過程當中 這件事情就會慢慢被釐清 到底我們要怎麼樣合法 合規並且安全的去往AI的技術 持續的研化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開始 那我們也不要因為說 這個東西好可怕 這個東西好危險 我們就停止了腳步 就像我說的 壞人不會停止腳步 壞人不會停止腳步 所以AI立法其實蠻重要的 因為知己知彼 白戰版是嗎 我們要知道壞人在想什麼 所以它可能會依照 它會有哪些領域可能壞人會運用AI來做壞事 可以幫我們舉例一下嗎 其實就像 那個我們就拿那個defect 就是說 明明不是我的臉 然後你用了我的臉 對 那你用了我的臉 對不對 那這件事情 責任歸屬在誰 就是說 如果它變成是一個自家車的情況之下 它傷人了 責任歸屬在誰 在那台車嗎 模糊地帶很大 所以立法這麼重要 重要 因為它必須要保護彼此的權益 還有安全 對不對 是 包含我今天在研製 這樣子的無人駕駛車的時候 我必須要考量哪些 因為在不同國家可能法律會不一樣 對 沒錯 好 今天我們討論很多 AI對我們的影響非常大 從這個小在家庭 到學校教育體制 到整個政府 整個環境 其實都息息相關 那都值得大家去多做討論跟關注 今天謝謝教授家 我們的觀點好談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挺有性能有意識�的 respectable